好 接下来说的这个是移动端页面的开发啊 它跟我们PC端页面开发有什么区别呢 肯定是有区别的 是这样的啊 肯定有区别啊 那么实际上大部分都是一样的 实际上大部分的原理 大部分的样式我们都学了 实际上是少量的地方不一样啊 有不一样的地方啊 我们要学的话就学这个差别的地方啊 那么学完这个差别的地方我们就可以进行什么呢 移动端页面的开发啊 移动端页面开发 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 移动端页面的开发 移动端与PC端页面的布局的区别在哪里 是吧 移动端页面的话也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针对移动端的什么布局吧 实际上也是一样的啊 原理都是一样的 只是它们有所区别啊 移动端与PC端页面的区别 首先第一点的区别是什么呢 就是关于这个四口的概念啊 四口这个概念啊 这个我们PC端是没有的啊 就是移动端有一个四口的概念啊 好 那么这里面的什么呢 点比较多啊 大家还是认真听啊 这里面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些点啊 大家要清楚啊 好 首先的话 大家来听一下这个关于什么 了解一下这个关于这个四口的概念啊 四口这个东西是属于移动端的一个概念啊 四口是什么呢 它实际上是什么呢 我们在这个什么呢 我们在这个电脑端看这个什么呢 网页的时候啊 电脑端看这个网页的时候 那么是这个网页是直接渲染到这个什么呢 渲染到这个浏览器上面啊 那么在手机当看网页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四口的概念啊 就是网页的话怎么样 先在四口上渲染 就是手机里面的四口里面渲染 渲染完之后 然后四口再放回到这个手机屏幕上面去 那中间有个四口的概念啊 这个四口的话大概是多大呢 它的宽度是980或者是什么 1024大概这么宽啊 好 那么有这个四口之后 就导致我们的网页怎么样 会缩放啊 会缩放啊 这是关于四口的一个概念啊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四口的问题 我们是怎么解决的 是吧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新建一个页面啊 新建一个页面 好 然后再来看一下啊 这个是0 011吧 这个是什么呢 四口啊 好 四口 假如说我这里面拿一个盒子是吧 一样的啊 拿个BOX 然后这个盒子的话 我给它一个样式啊 那么这就是一个 H5的页面是吧 我们的话在PC上看是没什么问题的 比如说这个BOX啊 好 它的宽是300啊 宽是300PS啊 高也是300PS 是吧 然后背景色的话 给它来一个什么呢 来个这个GOD 是吧 好 好 那么这个页面的话啊 我们把它放在PC端看是没什么问题吧 啊 好 这个还是 好 好 看这个放在我们的什么地上端看是没问题的是吧 它是300PS300啊 好 接下来的话我们实际上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页面放在移动端看啊 怎么放在移动端看呢 就是放在手机上看 是吧 怎么放呢 那么实际上我们这个Chrome浏览器 它有一个很好的调试功能啊 比如说我点右键点检查是吧 点检查 那么这个地方大家看一下啊 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什么呢 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什么呢 这个终端的一个切换的一个按钮啊 这个按钮啊 这个按钮啊 好 这个按钮点一下啊 点一下之后 它就可以切换到手机的这个终端了啊 手机的终端啊 那么点一下是不是这样的效果啊 好 我们可以把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把它点成什么 左右排列了吧 点左右排列了啊 好 点成左右排列之后 那么这个地方就可以选择这个什么呢 设备了 看一下 这个上面这个地方啊 选择设备的 比如说我把它点开 这里面是不是有设备可以选啊 比如说我选择iPhone6 是不是可以啊 iPhone6啊 好 iPhone6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 这个是放大比例是吧 假如说选择版什么 百分之百是吧 好 再刷新一下啊 那么 大家看一下 这个 300乘300的一个盒子 在这个iPhone6上面居然写是这么小 是不是这样的啊 没有 那么这个是不是有问题啊 是不是有问题啊 怎么会写是这么小呢 是吧 我们在 如果是把它切换回去 如果是什么呢 PC端的话是显示这么大 是吧 在这个iPhone6上 那么这个时候是百分之百吧 显示居然是这么小啊 这就是什么呢 关于一个四口的一个概念啊 它怎么样呢 它实际上是把整体做了一个说法 整体做了一个说法 好 那么这个过程的话 我们来演示一下啊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过程是怎么一回事啊 比如说那么这么大的一个网页吧 假设说这么大一个网页啊 好 假设说我们来拨动一下啊 那么我在 这个时候是PC端的啊 这是模拟PC端的啊 假设我把它 假设说是这个整体宽度是 它默认这个四口是980啊 默认这个四口是980啊 假设说这是个四口吧 是吧 好 假设说这是一个四口啊 好 它形容这么大的啊 手机端形容这么大的一个什么呢 这么大的一个范围来渲染这个网页啊 渲染成这么大的是吧 好 那么好 我们来模拟一下啊 那么假设说我先把它截下图啊 把它截下图啊 截下图之后 然后怎么样呢 然后用Photoshop把它打开啊 好 大家呢 键盘上有没有一个print screen键呢 有 print screen键实际上是可以截图的啊 截图 然后的话 在这里面来新建一个文件啊 直接新建一个文件 它就会按照你刚才截图的大小来 来什么 设定尺寸啊 好 确定 确定完之后 然后是直接粘贴 是把我刚才那个图粘进来了 啊 这就是截图啊 好 截图完之后来看一下 那么的话 它现在呢 实际上是这么大的一个什么呢 这么大的一个什么网页啊 这么大一个网页啊 这个网页大概是980啊 好 把它复制一下啊 粘贴啊 然后这个背景图呢 那么呢 给它填充一下啊 比如说这个 好 把它填充 填充成什么 前几色啊 好 然后的话 这个打开啊 那么大概的话 渲染的话 是渲染成这么大的一个网页啊 这么大的一个网页 好 这么大一个网页 那么这个网页的话 是什么呢 是980的 这么大的一个网页啊 好 那的话 接下来的话 我们模拟的是中间这个过程啊 什么过程呢 比如说这个网页是怎么样呢 它先用四口渲染吧 四口渲染的大小 这个四口大小是什么呢 就是980 是这样的啊 980啊 好 那么渲染成这么大啊 这么大 那么这个地方就模拟的是一个980的一个网页啊 980的一个网页啊 好 接着的话 那么它怎么样呢 它就进行第三步 第三步的话 就是把这个网页缩放成什么呢 手机这么大的大小 有没有没有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手机的大小 这个屏幕的 这是多宽呢 在这里可以看到啊 比如说我们到这个手机上面来啊 比如说这个是iPhone6的吧 它这个大小是什么呢 就是375乘以667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就是它的屏幕大小啊 手机的大小 好 那么的话 再来看一下啊 假如说我在这个地方啊 来做一个手机屏幕 是吧 那么这个是固定大小啊 这个是335啊 375啊 375乘以什么 667吧 667啊 好 是不是这么大的一个手机屏幕啊 好 那么的话 我把它描个边啊 来描个边 假如说来个黑色吧 好 编辑 然后描边啊 描边 然后是G1啊 一个像素 是吧 好 这么大的一个手机屏幕吧 是吧 这么大的一个手机屏幕啊 好 这么大的手机屏幕之后 现在要做什么呢 这个四口把这个网页渲染好了啊 渲染好之后 现在这个整体这么大的一个网页 要在这个手机屏幕上显示 它怎么做呢 它就把整体说放 有没有 整体说放啊 怎么说呢 比如说这个手机的 我把这个屏幕放这里来啊 好 整体网页就给它放缩啊 放缩一下 比如说这个 可能这么大啊 然后的话 整体等比例放缩啊 等比例放缩的话 是什么呢 Ctrl加T是吧 然后按住shift的键吧 是不是等比例放缩啊 等比例放缩啊 好 shift的键啊 等比例放缩 好 对勾是吧 是不是说了这么大了 好 我双击这个放大镜 是不是整体的百分之百显示啊 双击放大镜啊 那么是不是这么大啊 看一下 好 我们再来比较一下啊 这个 这个大小和这个大小 是不是一样的 看有没有 这是它的渲染过程啊 是它的渲染过程 所以说整体的会变小 明白没有 假如说我在里面啊 我在这个里面输了几点文字 假如说这个里面啊 比如说这个 这是DIV啊 里面的文字 是吧 好 那么的话 如果这几个文字的话 如果在PC端看的话啊 在PC端看这个文字 是没问题吧 如果在移动单看的话 怎么样 是不是压根就看不见了 是吧 按理来说 是不应该让它放缩了吧 那么它就怎么样 它为了什么 让整个网页 可以在整个屏幕上 显示完 所以说它就做了一个放缩 没有没有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啊 我们就要什么呢 把这个四口什么 让它不放缩啊 那么不放缩的话 你网页不是摆不下的吗 是吧 摆不下的话 我们自有办法 我们后面就有办法 比如说让网页改变布局 是可以摆下的 这是后面的方法啊 首先第一点 我们要解决 让它不放缩 不放缩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就要设置这个四口啊 好 刚才这个过程 大家清楚了吧 好 就是这个过程啊 就是这个过程 那么这个PC端 PC端渲染就很简单 直接网页 直接在浏览器渲染啊 移动端的话 先 网页先在四口上渲染 渲染完之后 固化成一张图 固化成一张图之后 再整体放缩到手机屏幕上 是吧 导致它整体的缩放了 包括文字也放缩了吧 你在文字放缩 是不是影响我的观看呢 影响我的浏览的效果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个是不行的 是吧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要解决这个四口的问题 是吧 那么我们让四口不放缩啊 让四口不放缩的话 是怎么做呢 原理是这样子的啊 我们一开始什么呢 让这个四口 一开始就让它等于什么呢 手机的屏幕 一开始就等于手机的屏幕 就说 比如说手机是375 我让这个四口就是375 明白没有 那么网页到这个四口的 这个过程是不放缩的 明白没有 就这么大 直接用375来渲染这个网页 是吧 那么你的这个网页 如果布局不变的话 是不是会产生横向滚动条啊 是吧 你这个375渲染 这么宽的一个网页 是不是会产生横向滚动条啊 好 那么有横向滚动条 就让它产生 不管是吧 我不管你有没有横向滚动条 反正我这个地方 就让它等于375 375渲染完之后 再放回到这个手机端 怎么样 是不是1比1放回去啊 1比1放回去的话 它就没有放缩的这个过程了 是不是这样子啊 好 大家记得啊 这个过程是不放缩的 这个过程的话 要四倍大小 是吧 如果我是375 放回到375 怎么样 就不放缩了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的网页怎么样 要设置一个值啊 让这个四口一开始 就等于375啊 默认了我们这个四口的大小 是等于980 或者是1280啊 大部分都是980啊 我们把这个四口设置为什么呢 等于手机屏幕的大小啊 手机屏幕大小 那么怎么设置呢 那么这里有一个什么呢 快捷键啊 好 怎么写呢 这里写一个matter 是吧 matter 然后 两点 vp啊 vp 好 然后按一个tab键 按一个tab键啊 那么就是出来这一圈东西啊 好 这一圈东西是什么意思呢 来说一下啊 这一圈东西是什么呢 name等于vp 这个就是四口的意思 明白吗 这个就是四口的意思 然后的话 content等于什么呢 设置的值啊 就是设置的值 设置什么值呢 让这个什么呢 四口的宽度 等于什么呢 设备的宽度 我们说了这个设备的宽度 就是指的这个375啊 就是我们这个iPhone6的这个375啊 指的这个375 没有没有 就让四口一开始就等于什么呢 375 没有没有 好 然后后面这些指是什么呢 Dual Scale Able 是什么 等于no 什么意思呢 不允许用户自动说话 什么意思呢 我们用户是不是可以用手指来触摸这个手机屏幕 让它放缩啊 比如说我这样的话可以把它放大吧 这样可以缩小吧 我不允许是吧 不允许它放缩啊 这个值的话就是什么 阻止它放缩 明白没有 好 那么的话还有什么 这个初始的什么呢 初始的这个放缩的话 等于1.0 然后最大放缩也等于1.0 最小放缩也等于1.0 都是不让它放缩的 那么只让这个地方写一个就行了 是吧 那为什么都写呢 实际上是为了做兼容的 为了兼容不同浏览器的话 这三句都得写 这三句都得写 写完之后的话 那么再来看一下效果 这个的话 设置这个值的话 是一个这个 这个什么 通用了这么写法 一般都这么写 这么写完之后 我们的四口就等于375了 比如说你是iPhone6的话 就等于375啊 如果是你是iPhone iPhone5的话 那么什么呢 等于320吧 这样的啊 320啊 好 iPhone6的话 就等于375啊 好 如果按照这个方式来渲染网页 是吧 好 我们再存一下啊 再存一下之后 然后我再来刷新这个页面 大家看一下啊 刷新一下啊 这个是不是就好了 没问题了吧 没问题的啊 就是让375来渲染这个网页就行了啊 那么你说网页这个不够啊 后面这个宽度不够怎么办呢 我们有自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改变布局就可以了啊 好 那是后面的事情啊 就是这个四口 其实第一步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个就是我们移动的不同的地方啊 所以说 如果说你网页想在移动的来显示的话 怎么样 先要把这一句加上啊 好 那么这一句的话 如果是放在PC端的话 它会略过 忽略不计啊 所以这一句的话 只针对移动端 PC端的话就 直接略过这一句啊 所以这一句的话 就是可以写上啊 不影响PC端的这个效果 移动端的话怎么样呢 它会把四口设置为什么呢 这个 这个设备的宽度 是吧 这是关于四口的设置啊 好 这个清楚吧 这个清不清楚 这就是关于四口的一个概念啊 四口的一个概念啊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讲一下是 另外一点 就是关于这个 视网膜屏幕啊 视网膜屏啊 这个是retina屏 大家听过没有 视网膜屏啊 叫retina屏 是吧 好 这是这个我们移动端的另外一个什么呢 特殊的地方啊 好 那么大家 那么使用Mac的 使用Mac电脑的这个屏幕怎么样呢 我们的Mac屏幕怎么样 都是属于视网膜屏吧 包括我们的这个手 苹果手机啊 苹果手机的话 也是属于什么 视网膜屏幕啊 然后还有什么 小米的那个什么呢 没有小米啊 那个魅俗是吧 魅俗的那个什么呢 那个那个屏幕 它也是属于视网膜屏啊 好 视网膜屏 这种屏幕跟我们的一般的手机屏幕有什么不同呢 它的什么呢 这个物理像素的密度要细啊 要比我们一般屏幕要细 再看一下这两个图啊 这个是一般屏幕的什么呢 一般屏幕的这个物理像素啊 那么这是比Tina屏的什么什么物理像素啊 它比它要要细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屏幕一般是什么呢 有两倍屏和什么 三倍屏啊 两倍屏和三倍屏 好 那么我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iPhone6啊 iPhone6的话大家看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DPR2.0呢 这是属于二倍屏啊 所以iPhone6的话是属于二倍屏的啊 好 比如说我把它调到iPhone6 Plus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是不是有3.0呢 这是属于三倍屏的啊 三倍屏 三倍屏的话 这个像素密度更小啊 比这个像素密度再小 再小一点啊 就是一个里面有九个这个是吧 现在的话这个是二倍屏的 比如说我们这一个大的像素点 这里面是不是有四个啊 这是二倍的啊 如果是三倍的话 这一个里面有九个这种小的像素点 好 那么如果是用Retina屏看我们的这个图片的话 会有什么效果呢 Retina屏啊 Retina屏看图片的话 它是怎么效果呢 就这样子啊 我们的图片还是按按按多大显示 比如说一个三百的图片 还是按照三百显示 图片大小还是不变的 比如说你在 普通的普通屏幕上看图片 和在Retina屏上看图片 三百的图像还是显示三百 这个尺寸是不变的 大家记得啊 尺寸首先是不变的 那么有什么会变呢 这个可能看的这个效果会变 没有没有 比如说普通屏幕的话 这个图像看的是吧 没问题啊 如果你把它放到Retina屏上看的话 它也是显示这么大 但是的话会有这个模糊的效果 有模糊的效果啊 那么的话大家如果是有Mac的话 大家看一下一些网页啊 一些网页它的logo 大家看一下 它logo如果没有改变的话 那logo有点有点什么模糊啊 logo是模糊的 就是因为什么呢 我们的Mac是什么呢 是Retina屏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效果呢 就是原始的这个图像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原始图像 如果是七十二像素每英寸的话 图像的一个像素就刚好对上 我们的屏幕的一个像素 屏幕的啊 什么叫屏幕的一个像素呢 那么我们理解为啊 屏幕上的一个发光点 就是一个像素点啊 就是一个像素点 刚好一个图像的像素点 就对上一个什么 屏幕的一个发光点啊 好 比如说我们打开一个图像啊 就打开这个 好 随便打开一张图像吧 比如说打开这个 打开这个图像啊 打开这个图像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把它放大 是不是这样呢 放大的话 那么看一下啊 这里面是不是有很多个小黄块啊 这个小黄块实际上就是一个像素点 明白吗 没有 这个像素点如果是这个图像的大小啊 图像大小 如果它是什么 这是150的是吧 150的啊 好 如果说它是72像素每英寸的话 这一个小黄块就对上我们屏幕上的一个小发光点啊 屏幕上的叫物理像素 它的发光点啊 那么叫物理像素 刚好对上1比1的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个就没问题啊 那么如果说是Tina屏的话 它的这个像素点就变得很小了 就变小了 就跟我们的这个图像不是一对一的对应 一对一的对应之后 导致着我们图像 图像的话还是按100%显示 明白吗 没有 300就显示300 我们的这个一个图像的像素点 就对应四个物理像素点 就对上四个物理像素点啊 那么就导致怎么样呢 好像我们图像是怎么 被拉伸了 导致图像被拉伸了 那么导致图像怎么样呢 就变萌了啊 变得有点模糊了啊 显示效果不好 这是它的原理啊 好 那么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是吧 我们这么办呢 我们怎么呢 用大一倍的图 然后把它用样式把它缩小 这样再放回到屏幕上去 这样就解决BTina屏的色彩问题 这么做了 就是这么做了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 我们这里有个图片资源 里面有个什么呢 图片资源啊 好 图片资源里面有个什么呢 这个 这个什么 看一下啊 好 这里有个PCX EX吧 这是一倍图啊 这是二倍图啊 把它拿过来啊 好 拿过来之后 放到我们这个里面来啊 放到我们这个里面来 粘贴啊 好 假如说我来新建一个文件啊 新建一个文件 然后是 这是拿一个什么来 00112啊 这是Retina啊 Tina屏幕适配啊 屏幕适配 好 好 存一下啊 存一下 存一下之后 然后来把这两个图像放进来啊 首先是拿一个一倍图是吧 SLC等于这个 Images里面的这个 PIC什么呢 这个是吧 好 这是一倍图啊 Alt等于什么呢 一倍 倍数啊 一倍图 好 再拿一个二倍图是吧 二倍图 好 这个是二倍图啊 然后这个是2X吧 2X啊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张图吧 看一下这两张图啊 好 这两张图的话 一个是这么大 是吧 一个是这么大 这么大 两张图啊 好 我们如何做适配呢 那么这个图的话是没有做适配吧 是吧 好 这个图的话我们如何做适配呢 那么我们就给个样式给它就行了啊 比如说这个class啊 class等于什么呢 这个 这个什么呢 呃 这个 适配吧 适配 好 那么的话给它一个多大的样式呢 来看一下啊 好 我们来怎么做呢 就是这个图像是吧 这个图像的大小是多少呢 它的大小是 这个小图大小是300乘215吧 这样的啊 好 这个大小是多少呢 这个大小是 600乘以430 是吧 刚好它是它的一倍吧 刚好是它一倍啊 好 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就把这个图啊 人为的怎么样 把它缩小啊 比如说来一个 四配啊 好 来一个什么呢 这个wise wise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 调的话这么大就行了啊 调这个图像这么大 就是什么呢 没有它大小了 嗯 突然没大小了 好 这么看吧 是吧 300乘215是吧 300乘215啊 好 我把这个调成300px4啊 好 这个hide什么呢 215是吧 215px4 好 这个是不是人为的把它缩小了 是这样的啊 好 这个缩小之后啊 那么再来看一下啊 这么做啊 那么右边这张图就是做适配的 左边这张图就没有做适配啊 那么适配就这么做的 就是用大一倍的图 然后的话用样式人为的把它压小 好 那么这张图的话就可以适配Retina屏 有没有 这就是Retina屏的适配方案 就是把大一倍的图 人为的把它缩小 然后的话适配Retina屏啊 这的话就可以让什么呢 这个屏幕看上去 没有这个模糊的效果 啊 这就是Retina屏幕识别的这个方案 啊 好 这里啊 就是假如说我们实际用的这个图像大小是什么呢 假如说是宽17高122的是吧 那么的话 通过4Ss是吧 那么缩小到85乘61啊 好 那么我们这个图的话是多少呢 是 它实际上这个大图是吧 是600乘以什么呢 乘以430的是吧 这么大一个图啊 我们通过样式把它人为的压到什么呢 300乘以215 来适配Retina屏啊 这么这么一个做法啊 这是关于Retina屏适配啊 Retina屏幕 屏幕适配 通过样式啊 通过样式修改 设置 通过样式将什么呢 将将尺寸啊 将尺寸 将它的尺寸 尺寸设为原来的一半啊 好 这就是Retina屏幕的适配啊 好 当然的话 我们这个什么呢 我们这个图是不是还是 还是要放到什么 移动端看吧 移动端看我们来 还是要写一个什么呢 那个4口的设置吧 Metal是吧 Metal 然后是什么 VP是吧 VP啊 好 好 那么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假如说这两个图 我们来再在移动端看一下啊 好 这个是刷新一下是吧 刷新之后 然后我们到移动端来看一下 这个效果啊 那么的话 实际上我们怎么呢 如果是有真的什么呢 有这个 有这个什么 手机来看这两个图的话 就比较好啊 这个效果好像看不出来 是吧 刷新一下啊 那么这两个效果好像没没没到处别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个还是不是真实的移动端啊 如果你把这个什么呢 这个网页放在什么呢 放在移动端看的话 应该有效果啊 那么下面这张图应该是比上面这张图要清晰一点啊 清一点啊 这就是关于移动端适配啊 就是为了让手机上的这个观看效果更加的好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这样子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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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